各位,我们都知道上帝是看重人的心的 我们能力有限没关系 但若我们有心讨神喜悦 神还是会悦纳我们的 但人的问题往往就是没有心的问题 原来比人没有能力更大的问题 就是人没有心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处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25章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第十八节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二十四节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脸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脸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第十五节说到 主人是按着人不同的才干 而分配银子的 也就是说 连那位只得到一千银子的仆人 其实也是有能力 好好使用那一千银子的 不过他什么也没做 他的问题不是他没有能力 乃是他没有心 若是如他所说的 他是怕主人的话 那他应该多想要如何善用主人的钱 才不会被主人责备 但他却懒得管太多 就随便的将主人托付的放在一旁 各位 其实我们若正直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行神的旨意 如祷告爱人等等 并不是我们不能 乃是我们不要 换言之 是因为我们没有心 这没有心的问题 不但会使我们无法好好地 侍奉和顺服神 就连一个信徒 要从神得确据和感动 且要看见神的美意 往往也不是他不能 乃是他没有心要查验 各位 为什么我说不是能力的问题呢 因为 其实上帝已经把我们虚用的能力 赐给我们了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就能多行各样善事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励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 因此我们信徒都没有借口 因为已经重生得救的人 是已经得着神的能力了 今天上帝的能力任与我们同在 神已经将我们个人所需用的 都赐给我们了 以致我们可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要知道 神是呼召愿意的人 而不是有能力的人的 毕竟 尘是在于神的能力 而非人的条件 神不在乎你的学历和条件 他在乎的是你的愿意之心 即使我们只有平凡的条件 但若我们有愿意的心 神也能使用的 其实在圣经里 神也使用了许多普通 或只有卑微条件的人 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愿意被神使用 且顺服神 例如摩西 他口才不好 胆量也有限 但神用他救以色列出埃及 还有一个贫穷的寡妇 却能为保神重用的以利亚先知 另外 同于玛利亚什么都没有做 但只有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 就成了耶稣的母亲 把人类的救主伸到这世界来 再来 也有那愿意奉献 看似很微薄的 无饼二鱼的男童 但他所献的 却能喂饱五千人 等等许多的例子 可见 并不是在于我们的能力 因为尘世在于耶和华 但我们的愿意之心 是会影响 我们有否参与神的计划 且被神使用的 各位 你愿意被神带领并听从他吗 若是的话 无论你的情况条件如何 神是会使用你的 所以 但愿我们不要有所顾虑 或是找借口 乃是恢复一颗愿意的心 有时候 我们在服侍神的事上 犹豫 是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给不了太多 或是没有优秀的条件 也许我们的确有些实际的局限 如我们正处在一个孩子年幼 而需要集中照顾的人生阶段 或者我们确实年纪已经老迈 经历和健康也大不如前 等等理由 我们常听到人 包括自己 提出许多的理由或借口 说 我不够恩赐 不够时间 不够钱 不够经验 我太老了 等等 而有时 有些人确实得了神清楚的呼召与感动 但他们却一直单言 迟迟不回应 拿呼召 以致最终感动也没有了 各位 其实上帝要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愿意之心 当我们愿意时 神能用我们每一刻的生命气息 每一个简单的祷告 每句言语 每个表情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才干等等 来兴旺福音 和扩张神的国度 就如他当初如何使用 他普普通通的门徒 和圣经人物一样 盼望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 不只是处于一个知道的状态 乃是恢复一颗愿意认定主 顺从主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